纸毛股价半年跌近六成 北上资金 朱绍兴都提前跑了 12月14日消息 A股盘中 纸毛中顺节柔盘中走跌爆16.96元每股 总市值222亿元 AI财经社获悉 经历了年终一轮涨幅后 目前中顺节柔趋势偏弱 股价从年终35.1元每股的高点 一路回调至近期15.05元每股 不到5个月时间 股价调整幅度将近六成 市值蒸发超过200多亿元 有意思的是 AI财经社发现 在二季报中 还加仓将近500万股的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在三季度报中减仓超36% 至5893万股 但仍位居第三大股东 另外 知名明星基金经理朱绍兴 管理的富国天会成长 混合于二季报时 还持有1030万股股票 位列第五大股东 但在三季报中 中顺节柔前十大股东 已经不见富国基金的踪影 朱绍兴的富国天会成长 混合基金 三季报持仓的41支基金中 也不见中顺节柔的踪影 中顺节柔前十大股东